牟尼金色 英国祭祀集 家庭问题系列 为什么家里那么多事故 以下两则分享来问昭灯 分享一 前两天和夫家的长孙一起到塔里击败祖先 一聊方知 原来先生的大哥已经中风瘫痪12年了 想起当初菩萨指点 要我赶快吃素 否则会中风 吃素后就算中风 也会比较轻 也许是机缘到了 第二天毫不犹豫 不离任何人劝阻 立刻改为吃素 因为必须张罗一家人的三餐婚时 常看见那么多鱼肉 很想吃 又不敢吃 令我惊讶的是 先父的大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居然就中风了 脑干的血管一边阻塞 一边破裂 任在高明的医生也束手无策 先父通灵的师父还对我说 应该是你 怎么会变成你大泊仔 家里那么多事故 除了个人业障 影响最大的 是祖先挖的洞太大了 造了太多恶业 儿孙祖德 祖爱让子孙不知平安 是何物 好在 有佛法就有办法 化危机 为转机 佛法能让人身心清静 处离生死苦海 若选择裹着唐衣的毒药 外道 那就后患无穷了 想到这里 菩萨又在点我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要赶快提升心性 学习菩萨的精神 帮助更多还在迷宫的人 才是当下该做的事 分享二 我的祖父母健在 目前都有九十多岁 顺泉村数一数二年长的长辈 有何福分能如此 菩萨开始 是因为我们家有持续行善所致 以行善积德的福分 使祖父与祖母健康长寿 关于这一点 我始终深信不疑 人活着需要福报 当福报不足时 很快就能有感觉 先前就曾遇过 祖父搭现快到了 马上就摊在床上 奄奄一息 祖父也很神奇地有自知之明 开始交代后事 但当我回向完功德 祖父隔天马上下床 跑到田里去了 这不就只差一天吗 差别真大 又到了清明祭祖的时间 这也让我想到我的祖先们 两位曾祖父母 目前家内的祖先只有曾祖父母 我们家是从曾祖父母那一带分家的 所以目前家中祖先供奉的主要只有他们 每年要扫的也只有他们的墓 记得好几年前 又想开始让我很傻眼 就是曾祖父母在灵界犯了大错 导致子孙受影响 这件开始我是有感受的 因为他们犯错了 我那阵子真的很不顺利呀 菩萨请我再多多行善 利益众生极客 功德很快就能补足 灵界部分 后来他们也因为如此 早早地就去投胎了 每逢清明总让我想到这事 原来不只人会迷途 灵也会迷途呀 六祖坛经 不失共养 福无边 心中三恶 原来造 你将修福与灭罪 后世得福 罪还在 但向心中处罪缘 各自性中 真忏悔 这真的是跟我们说 要从根本的忏悔做起 真正的忏其过错 并悔不再犯 才能消除累积的习气 以免来世再犯 祸害苍生 关于这一点 我也有许多经验 过去曾修偏入外道 后来的好几世都犯下许多业障 本是面对过去修偏造成的习气 除了外灵干扰 也有很多不好的念头 彩色明石水 每一样都很强烈 真的得要与他们抗衡 才能远离他们 进来于宣化上人的六祖坛经浅世 看到一句 眼观形色 内无有 耳听尘世 心不知 我想 这就是六祖大师 当初与惠明法师说的 不思善 不思恶 正与摸实 纳歌世明上座 本来面目 这些习气造成的妄想与幻念 随时都有 我们无法断除它们 而是要做到 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不取一相 如如不动 用白话说 就是幻想 昂眼幻想的 我们过我们的 别随它们起舞 就是两个平行世界了 这些技能要练习 知道是一回事 能做到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尤其像我这种记忆不好的 很快就会忘记高僧大德所教导的观念 所以我选择天天诵经 也天天看六祖谈经 时时地复习 好好的练习 就能有所斩获 最后 祖先的事情 过去也都过去了 该记祖 我们还是得要记祖 我也是很感念曾祖父母们的勤俭 才有后代的我们 我们记祖 也是身教 教给孩子看 要孝顺父母 慎重追远 以上 唯有猿人分享 上述分享提到 家里那么多事故 除了个人业障 影响最大的 是祖先挖的洞太大了 造了太多恶业 而损福德 阻碍 让子孙 不知平安是何物 好在有佛法 就有办法 化危机 为转机 佛法 能让人身心清静 出离生死苦海 若选择裹着糖衣的毒药 外道 那就后患无穷了 这 就是在说 祖德这回事 我们做的是非 善恶 对错 除了有善恶报应 对功德 也有增损 行善事 有善报 也会增福报 做恶事 有恶报 也会被扣福报 另外 这已不是只有攸关个人 还会影响整个家族 经社佛菩萨曾开示 个人的福报 在往生后 有55%会留给后代子孙 这55%可没说善或恶呀 也就是说 善的会留 恶的也会留 上述分享者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祸患留给子孙 这样公平吗 其实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如果子仙留福给我们 大部分人总觉得理所当然 这是我该得的 但如果像上述这样 留货给我们 我想知道的人都会跳脚吧 其实福货都是像该留的一样会留 多留了 若超出过去世 与祖先因果的相欠量 就是来世 我们还给他而已 对于留货给子孙 其实免担心 因为有佛法 就有办法 就有办法 画为基 为转基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好好行善积德 就能转难为福 以下修改语句 取自财师兄 诸功德中 杜仲敬第一 苟能离难 皆败所赐 近来京社已出版 阿伯的话 现场精华开始录 已将出版 因果祭时及旧 这就代表 发善书的时机 又来了 欢迎赶紧锁书 多多发书 并且要配合 多点少书 同一个地点书 放足够就好 然后多跑几个点 让这些善书 能真正利益众生 诸功德中 杜仲敌一 让人有知识 可以脱离苦海 这会是小善吗 不过 发书毕竟 也有一定的限制 需要交通工具 也需要等 流通善书的地方 开门的时候 才能去放书等 这种种 可能会限制 您无法去发书 但现在网络发达 经社也出版了 许多电子文宣 如阿博的话 《现场精华开示录》 与《因果记事及旧》 六组谈经的影片 文章 与相关图片 甚至是念诵影片 在网络上 分享与流通 一样是度重 末法时期 天灾人祸不断 苟能罹难 接拜 度重功德 所赐呀 此外 除了多补功德 此外 除了多补福德外 也当多念及自身的功德 经社常说 回向念经的功德 但我们用来回向的 其实是福宝 并不是所谓的功德 功德是什么 六祖谈经说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念念无志 常见本性 真实妙用 名为功德 内心牵下是功 外形于理是德 自性建立万法是功 心体理念是德 不离自性是功 应用无染是德 若密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 是真功德 功德于自性内建 不是不失供养 可求的呀 要怎么做 才有所谓的功德 常自见即过 与道即相当 这就是方向 六祖谈经 始终要我们 把书内所学 用于世间 您能行得几分 自然有几分的利益 希望您照 菩萨开示 每天都要与六祖谈经 亲近 并且要遵照实践 未来与来世 自然能渐渐清静 色泪自有道 各不相防恼 礼道别密道 终身不见道 波波度一生 到头还自傲 欲得见真道 行政即是道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 家庭生活中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 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